端午節 即將到來 臺北市今天舉行點睛 即將大典 臺北市長好龍兵一一替龍舟點睛 祈求一切平安 臺北市長好龍兵拿起朱砂筆替龍舟點睛 臺北端午點睛即將大典正式展開 完成點睛後 也讓在一旁等待的龍舟隊伍 嗨到不行 互相喊口號叫陣 來自葡萄牙的女學生何宇詩是第一次 滑龍舟 既興奮又緊張 龍舟下水後也為即將到來的端午佳節 和龍舟賽揭開序幕 今年的隊伍比去年還要多 今年的龍舟隊伍比去年更多 而且有非常多國際的隊伍一起參與到比賽 除了有菲律賓 有新加坡 還有以色列的隊伍 一起來參與這樣的比賽 選手們努力滑動手中的船獎 一路從中美碼頭滑向大家碼頭 也為臺北市即將在5月31號到6月2號 舉辦的龍舟賽暖身 記者林憲林志堅 臺北報導